你老是想要選你的美國老大哥去操作這種誰介入啊 中國你看中國介入很明確啊 然後你看當他們在修中共代理人法的時候 不是馬上抓到什麼中國民進黨收中國大陸的資金 然後去選舉嗎 馬上黨主席跟候選人去年的這個參選馬上就抓起來 所以你看證實他們的這個猜測 他們的這個這個揣測 他們的這個聯想 他們的這個作文是真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套術 所以呢地下賭盤都能影響 請問兩岸是這樣的通道可以這樣互相洗錢 哦那那調查局都可以廢掉了 國安單位都在幹嘛 你儘管問一天到晚在抓洗錢 還是連高鐵三百萬抓不到 這種這個大陸的洗過來的十億元地下賭盤的賭金 這個資金也沒辦法這個抓到 所以這不是更笑話嗎 請問那十億元要怎麼拿要怎麼領 要怎麼去影響主投 要怎麼去影響這個地下賭盤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他們可以去好好仔細去研究一下 台灣的這個地下賭盤 我們還是要打一個警語 賭博真的是不好的事情 不要去這個也不要去研究 是那個綠營那些人 還有網路上真的莫名其妙 擔心他們自己的這個選情有問題 然後開始落後 所以我覺得綜合剛剛幾位 從余杰到友智哥和社長 大家在討論 我覺得不只是玉琴姐 你講的焦慮感 而是他們有一種 哎要起風了 那種風是韓國瑜要逆轉 對韓國瑜要逆轉逆轉勝了 那開始要起風了 所以這一些天馬行空的想像 他們都開始掰得出來 哪怕不合邏輯 好比說這個賭盤 十億元來自對岸的資金會影響 然後讓這個韓國瑜的 這個地下賭盤的行情變成好像 跟蔡英文漏婆戰PK PK就是五五波的意思 以前是一面倒的這個蔡英文 讓讓多少 其實我們都聽過都聽過 那些賭徒和那些這個社會底層 另外一個世界的這些人 他們完完全全不會去在乎誰 你藍或綠啊 他只有眼中在乎錢啊 你今天把這個好像錢再套上他的意識形態 這完全邏輯不通 然後再加上剛剛講這些 有可能什麼要給長輩吃什麼奇奇怪怪東西 你看就給他吃含笑半布丁好了 他至少不會怎樣 只是跳不出去而已這樣 這些天馬行空的情節 他都可以賺度賺得出來 就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他們這麼害怕 韓國瑜趁著這一段 這一個月半個月以來的議題不斷的拋出 每一個地方從農業三件到這個教育補助年輕人 可以去勇敢去追夢 到國外去闖一闖等等 這些然後甚至補助新移民新配偶 雖然被他們打到這個一片 好像是歧視新移民 跟這個中國大陸一樣 可是這些議題都喚起了各個族群 各個年輕人開始去討論聯想 連韓國瑜講他們養尊處優的這種比喻 白白胖胖吃的白白胖胖 不是講他們身材 他們可以都可以開始每一個人對號入座 是誰胖鄭文燦胖還是他胖 然後就開始就跟風跟著韓國瑜講 講不出是什麼東西 連回應都要靠著韓國瑜 回應韓國瑜才能上新聞 包括蔡英文包括蘇貞昌 我現在終於懂了蘇貞昌 他不罵韓國瑜 他不回應韓國瑜 他上不了新聞 今天蔡英文也變成這樣 那不是很可悲嗎 你總統還要靠回應韓國瑜才能上新聞 韓國瑜不是總統 是你總統 然後今天韓國瑜講的政策 你們跟風跟不了 因為你們做不到 提也提不出來 然後你們想要講你們的政績 又被淹沒了 因為你們拼命在回應韓國瑜 中了季活該